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亲和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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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阿弥陀佛 各位们看第46页 我们还是在第一卷当中 就谈到第一卷当中 就是我们除了前面谈的12种发心 12种发心的音乐 那现在呢 各位我们讲说 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断除疑惑 各位就我们讲说 断除疑惑这回事 在佛法修学当中 各位我们对于佛法身三宝的功德 我们一定要能够深信 我们要能够对佛法身三宝深信来讲 各位那必须我们讲说 很务实地看待我们的问题 我们对佛法身三宝 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身 各位如果我们会怀疑的话 不认识的话不确定的话 我们必须去认识他去确定他 各位没有真实的确定 如实的确定 信是不可能长出来的 所以各位 但我们一向以来 对于这些事情 我们会要认真去学吗 我们就有一种心态 不学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 我为什么去学 我为什么花这个时间去学 那有什么大不了 不学有什么严重的事 各位们其实对于正法 如果我们 其实我们学佛 它就是一种态度 凡事不正确 我不明确的东西 不明白的东西 我一定会学给他懂 学给他明白 我不能够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就是这样含含糊糊 就是这样不清不楚 我始终任由让我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觉得 我不忍我也不甘心 为什么 各位人生许许多多的 又被苦恼都从无知而来 许许多多的 我们讲说 问题都从无知当中出现 所以我怎么可能 用无知来度过我的 在我的生命的相续当中 任由无知这回事 一直支配着我 让我在这 这无限的生命当中 不断的在迷惑 造业兽谷当中轮回呢 所以各位 我对佛法身三宝的依规 我一定要什么 明确的了解 所以佛法身三宝 那意味着什么 事件的真相 觉悟明了事件的一切真相 然后觉悟明了事件的一切真相之后 我的身心形齿 如法如律 OK 然后内外清净 所以我们讲说 这就是依止三宝之后 归于外在的这些三宝 它启发我内心 自信清净的三宝 所谓觉 所谓正知正见 所谓正念正知 然后呢 所谓的三业清净 所以啊 各位 这三者合起来 我们讲 这就是佛 这就是菩提 这就是正觉的人生 所以啊 各位 如果我这一生不已的话 在第四十六页的时候 第三行 它里面有讲到 它讲说啊 不信之罪啊 众罪之丧 能令行人 常不见佛 所以啊 就是相遇以今日 各自慷慨 择意错情啊 生真上心 起残愧意 其所其商求哀 忏悔网罪 OK 所以啊 你看啊 它这里这段文 它就讲说 不信 不信 对三宝的不信 对正法的不信 所以 反正我不信的东西 我就通通不信 然后 那我们到底信什么 信自己 信自己认为 信自己觉得 所以我们很相信 自己的人生经验 即便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经验是怎么 怎么样的一个记录 就是 做什么 错什么 然后 就是 自己在这做 不断的错 不断的做当中 自己整理出一套 是是而非的人生哲理 那我们就以这个 为我们的信念 然后所谓的人生经验 历练 就这一个 可是这一个东西 我们得对 在这人生当中 我们自己的跌跌撞撞 中间 我们走出来的时候 各位 我们的人生当中 到底多少件事情是对 然后我们的结论 到底多少分是对 可靠吗 各位 要是哪来跟佛 跟圣者比呢 各位 佛跟圣者的这些 意理 他对人生的觉悟 那是透彻的 所以他成佛 我们没有 他的智慧 他对人生的自荐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比方说 佛法讲说 人生万事万物 是缘起的 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和合而灭的 一切法都是如此 所以缘起的万法 他本是极尽 没有因没有缘 他是极尽 他是不起的 没有事物起伏的 可是呢 因为人心的因 然后生出造的缘 一合合的话 人事就起了 那物就动荡了 世间就呈现了 那是非我 是非人我 那就是 我们讲说 混乱不堪了 所以啊 世间是什么 有因缘 带因缘而起的 没有因没有缘 他本质极尽 所以啊 各位 当人生当中 许许多多的 似是而非 然后似是非非 然后再不断的 起伏跌宕的时候 各位 我们在这当中 颠沛流利的时候 各位 你想要处理这个吗 想要处理这个 又被苦恼吗 好啊 那就 相信佛所说的吧 但是佛法 他不会只是 你叫你相信 他告诉你 我所觉悟的是 这个方法 你不妨去试一试 而且你一定要自己试一试 因为光听我讲 你听懂了也没用 你必须实践 你必须去做 透过听明白了 然后去如理如法的 去学行 去体悟 去试验 去体悟 然后从这当中 从这实践当中 你才真正能够看到 佛法的真实性和必要性 这样子你才能够 争取真信 你才能够 生取真规 才是正信的一规 这样子 所以你的人生 你对佛法 深山宝 就因为有正信 而有向正面的改变 所以啊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对佛法 所讲的东西 我们不信 你说我信啊 信 信什么 不知道就信 所以不知道 怎么可能有真信 那个信当然也叫信 那个叫什么 信任的信 我信任佛 我信任菩萨 我信任出家人 但是啊 各位这个信 只是说 你对我个人的一个信 你对这个圣者 他的一个信 但是这个信 跟他里面 所讲的真正的道理 各位我们还没有 真的弄清楚 这样子的信 是经不起考验的 这样子的信 只要有作者来的话 我们就不信了 不信你试试看 各位我们今天 啊我是佛弟子 可是我有病了 我求佛菩萨 啊佛啊 菩萨啊 让我赶紧好啊 求来求去 还是不好 结果还住进了医院 好像越住 越严重的样子 这个时候有人来讲说 你信我啦 你信我 你就得救 你就不要再相信 佛菩萨 你看你这个时候信不信 改信不改信 所以啊 哎 马上就动摇 为什么 因为我对我所信的 这一些道理 佛法身三宝 是空洞 所以啊 当我们的不信是什么 我们讲说不信 我们的信 要么有信不够真实 要么我们确确实实的不信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信的真实 或者信的不真实 有一个重点是 正信它永远是来自于信解行政 也就是这个信 它不只是光光文字上的信 而是依照奉行 依照奉行 依照奉行 得来的那种 深刻的体验和体悟之后 明确的确认之后 那种明确的确认 所以那是什么 实实在在 我真实实信 我决定不已 这个时候 佛法的这种信 才是真实不退的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身心业果上 善恶业上 我们在面对静的时候 顺利静的时候 到底是要行善业 还是行恶业 这当中就考验 我们的信还是不信 我们讲说 眼前有人拿钱贿赂你 一百万贿赂你做坏事 你做不做 你说 这种业怎么可以做 一百万 换我未来无限相续的业果 我才不换 各位我们讲 这个是正信 但是我们讲说 才拿出十万来 做不做 做通通给你 或者你看到 他问别人 他没有来问你说 你就跑过去 我做 这样子了 突然间看到利益 就不相信业果去了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信 对于佛法圣三宝的信 还不是正信 经不起考验 所以不信之罪 重罪之上 所以 对于能令行人 常不见佛 各位我们对佛法圣三宝的信 如果不够坚实 不够正确 不够明确的话 我们谁清清意义的 就可以被静所转的话 我们不信 任由自己不信 乃至于怀疑 到有一天 你一定怀疑 各位我们如果没有正信的话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怀疑 到底有没有佛菩萨 到底有没有因果业报 世间发生那些所谓的因果业报 会不会都是巧合的 所以各位 我们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讲说 对一个修行人来讲 如果不对这种佛法圣三宝的功德 佛法所说的这些业力因果 苦乐的业果 这些东西 我们如果不确认的话 我们讲说 我们对于佛法 即便你是修行人 不管你出家不出家也好 你修多久 学多久佛也好 这方面你不去确认的话 我们讲说 我们就不能够见佛 为什么 我内心当中 始终存有那个疑虑 真有佛菩萨吗 真有业果吗 人真的可以成佛吗 佛法虽然很好 但是现实事先 真的可以实践 真的可以应用吗 各位这些疑律 不确定性 我们没有去打破它的话 我们如果不从文师修界定 会去实质的去打破它的话 各位 我们始终不能见佛 为什么 佛经里面讲说 见法 见言其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可是我们带着这种世俗的之间 要去了解佛法 又不肯去依照奉行的话 各位我们凭什么去体悟 凭什么去感受 去确认这佛法的真实性 我们不能光坐在那边用推力的 我们不能够光用嘴巴问 然后人家讲到口舌的肝 我们还是怀疑 能吗 我都没有试过 你当然没试过 因为你没有去试过 所以我们始终在这当中都觉得说 我再想想 等我相信我才修 各位你的相信 如果没有修 怎么会有真的相信呢 所以各位 这种情况 所以就导致我们不能够见法 不能见法 又怎么见佛呢 不能够依照奉行 如理如虑的奉行正法 怎么能够生到佛国净土 有佛的时代呢 这又怎么能够见佛 所以这些道理 我们都应该要明白 可是我们虽然明白 内心这种不信的习气 对于信不够真实 不愿加把努力 去把它突破的这种习气 各位我们还是很重 懈怠放异散乱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他这里讲说 相遇今日各自慷慨 择意错情 身正上心其忏悔意 其上求爱忏悔网罪 所以呢 我现在就大家互相鼓励 我们今天 大家一起怎么样 慷慨的 什么可慷慨 毫无保留的 择意错情 不要再以往被自己一向以来的这种不良的习气 不信的习气 怀疑又不学的习气 恶习 给就是全伴者 我们要深正上心 不懂的我就学 不会的我就问 深正上心 然后再来呢 而且起忏悔意 我知道 在将这种心态 这种习气很难改 为什么 这是一路我来的 我所犯的错 他急染成袭 要突破不容易 所以我起惭愧心 祈求三宝 慈悲加持射受 我在三宝前 慈悲求爱忏悔 然后慈心 希望三宝慈悲 慈悲加护 然后我忏悔往昔过千 我希望在这个 这样子自成懇见忏悔 然后忏悔之后 我再来这样子学的话 我希望能够灭除我内心的障碍 真真实实的 如如实实的 让我的内心 生起对佛法身三宝的惊心 OK 就这样子 下面他又这样说 夜积 夜累积近 表里居近 然后运响入归心门 若不起如是心 运如是意 只恐隔绝 仗舍难通 亦是相 是相 那命难无凡 其得不如 不仁人 无体以投地 如大三奔 一心归心 无腹遗想 所以这段文 讲什么呢 好了 我现在我终于 意识到 我这种疑心 这种不幸的 这种恶习 这种烦恼 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现在我自诚恳切的忏悔 既然 我能够自诚恳切的忏悔 那这当中 心中的这种障碍夜席 自然能够什么 表里居近 为什么 各位你看我们的忏悔 我们的忏悔永远不是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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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嘴巴上的 嘴皮上的 对不起 我们是什么 手合掌 心自诚恳切 生起惭愧心 然后口发言 往昔所造诸恩业 皆有无始贪生痴 从生于义之所生 经对佛前求忏悔 乃至于一切罪障皆忏悔 一切罪根皆忏悔 我们在 唱文的时候 是内心自诚恳切 这样子唱出来的 那是真实自诚恳切 在忏悔 所以这样子的忏悔 他才能够什么 表里俱进 那个内心的烦恼 真真实实的被掺掉 然后呢 就是表里俱进之后 然后运响入归信门 这个时候呢 再生起这种自诚恳切的心 归一三宝 OK 入归信门 以自诚心归一 佛归一法归一身 OK 所以这种自诚恳切的恭敬 因为前面如实忏悔 那忏悔心献起 OK 自诚恳切的忏悔心生起 恭敬心油然而生 这个时候生起归一心 因为那个归一是真实 为什么 是以清净心来归一 然后呢 若不起如是心 运如是意 只恐隔绝 仗色难通 一丝四相 泯然无反 所以哦 各位他讲说 假设啊 不能够以这样子 自诚恳切的心 自诚恳切的心 如实的忏悔 表里一致的忏悔 假设不能够生起这种心 生起运这样子的意念啊 直接就是什么 你是你 三宝是三宝 OK 为什么 完全不相应 所以那种不信的心 不能够放下 那种自诚恳切的忏悔意 不能够生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完全隔绝 完全隔绝 但是呢 这种隔绝的心 那种对于三宝 对于正法 各位我们不能够生起 恭敬心 然后一心向求 一心归一的心 如果不能的话 那这下惨了 那就完全跟善法是隔绝的 所以啊 一旦落入这种情况啊 在这人生道路上 我们就一路往黑 往恶 往不善法 一直往下走去 回不了头 所以啊 各位 我们内心对三法 有一归 纵然我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这是圣人法 这是圣人所称赞的 所恭敬的 大家所依止的 我再怎么不懂 我会依止 我会惭愧 依止学习 为什么 至少这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但是我对于这些 我通通不相信的话 我的内心剩下的 只有什么 恶法恶念 对恶法 对三法的那种怀疑 然后对恶法恶念的认同 那我一路这样走下去的话 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不再会以三法为一归的话 那我就是以恶法为一归了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三恶道 直接了当地冲进去 勇猛地冲进去 直接的悬崖 也跳进去 对 那是多可怕 那是多严重的事情 所以啊 各位 人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 被恶法给占据 被烦恼给占据 对于三法 再怎么样不会 我必须知道 世间人对他的认同和恭敬 世间人 虽然人人有习气 但是人人都知道 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三法 这是应该恭敬的 虽然我看不懂 这其中的道理 但是因为人人这样子走 我也应当是这样子走 因为一旦选择错误 万劫难复 那个万劫难复 真的就是万劫难复 不要以为说有那么夸张吗 万劫我才几岁 人才几岁 各位生命是无限相续的 这一生如果说造恶多端的话 来生多路三恶道 那真的就是万劫 都难回头 难回到现在这个程度上 难回到现在我们在良黄宝 在面前现实当下这个程度上 所以对我们自己 对你而言 这难道不是很重要的事吗 那要吃多少的苦 可是像这善 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去看 我们看多少善人 可能一时之间 在那些恶人的面前 好像吃了一点亏 你看看在业力因果上 他从来不吃亏 在智慧上 他从来不吃亏 所以向来智慧有智慧的人 都是这样子赞叹的 这一点呢 各位我们要明白 所以今天呢 为什么我必须要怎么样呢 就是现在我们 岂可以人人啊 都必须如此 怎么可以不自成恳切的恭敬 像五体头地 如那个大山崩 那个大山 整个大山倾泻下来 这不是说我们礼佛要整个扑下去了 他是说 大山倾泻下来 会完全是什么 就是不顾一切的 我们就是自成恳切 这样子下去 没有办法挽回的 就是说 我这一念恭敬心 是自成恳切的 这一念忏悔心 是自成恳切的 这一念归于心 是如此的坚定 任何诱惑 任何不善的理由 他都不能够把我拉走 所以我如大山崩 一心归信 无负一想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自成恳切的 一心恭敬 归命顶礼 我内心当中 没有一丝好疑 怀疑的想法 所以呢 所以我们希望 诸佛菩萨 以慈悲心力 使梦觉悟 深深惭愧 然后以作之罪 愿起消灭 为作之罪 不敢再做 再不照 所以各位 我今天在这里 我自成恳切的 我某某人 跟大众一起在这里 以至成心 然后祈求诸佛 慈悲的诸佛菩萨 以慈悲愿力 使我们这些 才刚刚升起这一念 惭愧心 觉悟心 菩提心的 我们这些凡福子弟们 能够真真实实的 升起惭愧心 OK 希望我能够发起这么一点 但是希望佛菩萨 拉我一把 加持色乎 令我这念 慈悲 惭愧心 身体惭愧心 帮助我把这心中的 罪障 全部一一的消除 那种不幸的罪障 怀疑的罪障 一一的消除 所以我这一拜下去 自成恳切 好让我真的是 深深的 感受到佛菩萨的那种 慈悲色受力 在我面前 好让我真的 信心马上倍增 将所 就是我们讲 所造所生的罪 一一就消除 然后还没有造的呢 不敢 升起那种 就是我们讲说 惭愧心 恐惧心 不敢再生 所以从今日去 自于菩提 起坚固性 不复退转 所以希望我从今天开始 秉持这一念善根 自成善悔 我与自如在场 一切大众 都能够将此 就是 升起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坚固 我的信念 使我从此以后 我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念 坚固不退 所以啊 舍此生命 若生地狱 若生恶鬼道 若生畜生道 若生忍道 若生天道 于三界中 受男生 若受男生 若受女生 若受非男 非女生 等生 若大若小 若生若将 受诸避恼 难堪难忍 是 不宜苦 故退世 近日信心 所以宁予以千劫万劫 受种种苦 是不宜 苦故 退世 近日信心 养愿诸佛 大地菩萨 同家旧父 同家舍受 哇 所以这是以何等的自成心 何等的广大心 我希望今天我发起的这种心 养成佛菩萨 慈悲 加护的力量 让我这个菩提心 坚固不能退转 即便我 为了救护 发福吉心 救护一切众生 我 生到地狱 我生到恶鬼 我生到畜生 乃至于生在人间 在三界当中 不论受 男生 或者女生 或者受 非生 非男非女生 就是一切生 生在一切生 一切畜 不论大生 小生 或者说 不论生在有福报 或者没福报的地方 受种种的逼恼 受种种的用户 我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这一念信心 难堪难忍的 即便在怎么样难堪人忍的情况底下 我这一颗 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念 求觉悟的这一份心 还有惭愧心 始终不会因为苦而退逝 各位我们只要一苦就会退逝 现在我希望我在怎么苦 在怎么样的磨练煎熬 我这份对三宝信念 念念不绝 念念不退转 所以啊 今日信心 宁于千节万节当中受苦啊 然后也不以这个苦的缘故 退逝我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心 所以啊 希望我这个 我这样子发心 我这样子发愿 我们讲说 祈求诸佛 还有诸大地 菩萨摩萨们 一起来加护 一起来射受 我有这个心 但我的心里 我现在发起这种广大的信念 但我知道我这个信念 往往将以我的深苦而退 所以我就发这个愿 坚持 再怎么苦我也不退 然后呢 虽然我发这个愿 我知道不容易 希望诸佛菩萨 慈悲射受 慈悲加护 好让我这一年心 他始终在这个道上 就坚固不退 直至一直到什么 哪一天圆满无上菩提 所以啊各位 这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是多么重要的一种心 多么坚决的一种心 各位我们今天拜愿来讲 我们在这当中 对三宝的信念 你必须要有 那为了要坚固 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心 这里所发的这些愿 这些行 不要我不愿我 因为任何一种苦 而退失对三宝的自信 对三宝的信念 我这一念心 我始终要坚决 各位我们讲说 甚至我们求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实际上也是这个心 所以啊各位 所以在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说 哇 良好宝产太好了 连这个法门 忏悔的信心 建立 建立对三宝信心的法门 都建立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 如法欢喜信寿 各位 那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这样子 学进去 一点一点的这样子 学进去 我们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念 没有可能不争 我们对于内心当中 修学上的障碍 怀疑啦 不信三宝啦 这些疑惑 我们也能够一点一点的 就是化解 所以希望啊 各位我们大家一起 互相勉励 在借助这一份 这一步良好宝产的 这个功德力 智慧力 让我们一日三宝 修学 我们的信心 也这样子 不因任何的苦顾 而退失信念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师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统生极乐果 愿大家祈祥康 阿弥陀佛